好,今次的信息就是抵擋魔鬼的秘訣 抵擋魔鬼的攻擊的秘訣 可能很多人都聽過這些說話 其實我聽過不少 魔鬼又攻擊我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聽過這些說話 有很多人對於魔鬼的攻擊 好像很難捉我 還有很懼怕 不知道怎樣去逃避 我今次其實是兩次的 這個信息是兩次的 是連續從聖經和實際的生活 到底怎樣抵擋魔鬼的攻擊呢? 我們看這個圖 耶穌完全是聖過魔鬼 這個下面我代表魔鬼 就是耶穌聖過 他完全是沒有打贏耶穌的 不過在人的心中 因為人不是每個人聽神的說話 所以很多時候 魔鬼可以在人的心中 仍然有他的影響力 譬如彼得也會被耶穌說 撒旦到他後面去罵 就是彼得也會聽魔鬼的說話 所以我們其實裡面有沒有 魔鬼的聲音呢? 其實我們都會有些說話 很負面的 有些想法都可以出自魔鬼 或者出自我們的罪性情 有很多人對魔鬼 他有不合理的懼怕 不合理的懼怕就會帶來恐慌 帶來懼怕 譬如有些人就會說 魔鬼是攻擊 我有病了 即是他以為病 就一定是魔鬼攻擊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魔鬼有攻擊叫做犯罪 當然有的 其實魔鬼都可以攻擊 有病和犯罪 可以的 不過問題就是 到底是不是 這個原因 魔鬼攻擊 因為這個人有破口 如果一個人生命沒有破口 我想說 生命沒有破口 親近神的時候 魔鬼是攻擊不到的 有一個人 最近有一個人跟我說 有一個報道家來到香港 他說香港的亨陷勢力很強 他說甚至這個報道家 都好像差不多犯監獄 被異性引誘甚至差不多犯監獄 他說香港的罪惡勢力很強 魔鬼的攻擊很強 我就問他 我說 其實 香港很多人都沒有犯監獄 很多人都好走神的路 這個到底是他生命有破口 還是魔鬼的攻擊呢 當然魔鬼會誠勢攻擊 但會不會這個人生命有破口 即是有時人很喜歡推賴 賴誰 賴誰 賴了魔鬼 就以為自己不用負責 所以這個其實都是 可以造成一種 有一個 下面 講到一種情況 就是推賴 在下面 遲些我講 還有他說 我趕邪靈魔鬼的攻擊 我曾經試過 有些人說 你和我趕邪靈 那我旁邊有個 Dirtle 我不能說 我一定要先問耶穌 那我會這樣講 我們全方向要問耶穌 耶穌已經說了 所以你們要去 去 每個人都去 那你說了去 那要做什麼 這次問耶穌做不做呢 其實我們全方向是不需要問耶穌 你可以問 沒有問題 不過你不需要問耶穌才做 你沒有問耶穌去做 那是沒有錯的 就是我們全方不需要問耶穌 但是你可以問的 那你也可以問策略 神 我去向這個人 一個向那個人可以問的 那至於廣邪靈 耶穌都說過 信的人被有神職 除了他們就是奉我命趕鬼 就是說信的人就可以去趕鬼 那時候我們到底需要問呢 有些人就說 如果你不問神 不是神叫你去 你會被魔鬼的攻擊 其實我去宣教 或者我在香港服侍 我四處去的時候 我時時都有 即是有人有邪靈的 我甚至有時在吃飯 我有邪靈的 我放了一碗飯 然後我跟他祈禱 然後我的團隊一起跟他祈禱 我又吃飯了 即是 有時真的可以一路吃飯 一路趕邪靈的 但是我發覺 我做這麼多次是沒有魔鬼的攻擊 其實我覺得 因為耶穌是得勝 耶穌是得勝 那為什麼我們做耶穌的攻 會被魔鬼打敗呢 一定是耶穌保護的 所以這種的懼怕 是一種不合理的懼怕 當然我們自己妄自去做 譬如 假設一件事 我去到別人的教會 別人沒有叫我跟人趕邪靈 我是不應該趕邪靈 因為那個教會屬於另一個傳統人 那我去到 如果有人有邪靈聰顯 我要問他 我說這個人有邪靈聰顯 我可不可以為他趕邪靈 那他就會答我 好還是不好 因為這個是屬於他的教會 那他想不想在這個情況 趕邪靈呢 想不想我的時間 用在趕邪靈 我是應該問他的 但是如果有人在街上 或者在我們的聚會 或者有人打電話問我 我一定說 好 我會為你做的 就是說我們不需要懼怕的 那有些人又說 宣教的時候 有魔鬼的攻擊 如果你沒有問了神 去問神沒錯 不過有些人 他真的有種恐慌 很害怕的 那 好像兩題 或者一種看法 就是好像不能預防魔鬼 好像魔鬼隨時來攻擊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攻擊的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去出招 那時候呢 那個人就很害怕了 還有他好像勢不可擋 好像頂不他 其實這些是謊言來的 但是我真的見過很多人 他又打電話給我 或者網上傳給我 牧師為我祈禱 我就被魔鬼攻擊了 我就會 其實我會關心 到底我們生命有沒有破口呢 有沒有地方被魔鬼 就是我們有破口 以至被魔鬼攻擊 我們跟神的關係是怎樣的 那我有一個在宣教地方的人 他陸續都找我 但是他經常都說 發夢又見到邪靈了 我在這兒的時候也是 那我發覺呢 其實他生命 他的生命沒有處理的時候 他很多擔心 很多憂慮 還有埋怨的時候 就可以被魔鬼攻擊 就不是說神保護他 而是他的生命裡面有破口 好了 當人覺得 好像不能預防魔鬼 還有魔鬼好像細胞口黨 那有什麼後果呢 就會推賴魔鬼了 就是我都不能預防 是他攻擊我 那就不關我的事了 我又有事了 我又犯了罪了 魔鬼攻擊我 那時候就推賴魔鬼 不是我的責任 還有呢 叫人很害怕 因為他勢不可動 怕什麼時候來呢 什麼時候來 的而且很多人 就會很害怕這發生 但是其實我們真的 我們有耶穌應該是膽壯 如獅子的 我們真的好像獅子一樣膽壯 我們什麼怕呢 因為耶穌已經踐踏魔鬼 也都賜給我們權力 踐踏魔鬼 所以我一點都不怕 反而魔鬼是怕我們的 我試過一次 在一個傳統的教會 不過這個教會 是牧師很開放聖靈 他就讓我在這個教會 帶領聖靈的聚會 很長的時間 有一次當我們圍圈祈禱的時候 有一個女孩 整個人硬了 我一看 我覺得她有邪靈的情況 然後我看著她的眼 因為很多時候 那裡有邪靈 因為裡面有邪靈 看得出來的 我看著她的眼 順便可以坐在那裡 我看著她的眼 我奉耶穌命 然後她就很大聲 很害怕 大喊 過後我問她 我說 你為何會這樣 她說 我很害怕 我說你是否害怕我 她說不是 我裡面有些事情很害怕 其實她認識我 她不害怕我 但裡面有些事情很害怕 就是邪靈很害怕 有時候我跟人說邪靈 她裡面的邪靈很害怕 所以我們不害怕邪靈 是邪靈害怕我們 我們經常說 我們不害怕邪靈 是邪靈害怕我們 我們是得勝有餘的 哈利路亞 好了 這些說話是魔鬼的攻擊 即是說 這樣的時候 我的意思是說 當人說 魔鬼有攻擊我叫我病 這句說話是魔鬼的攻擊 大家聽清楚 當她說這句說話的時候 她其實是被魔鬼攻擊 影響她的思想 她的思想是錯誤的 當她什麼事都說 魔鬼有攻擊我的時候 有時這個是錯誤 有時的確是 不過她應該歸咎於 我自己有沒有犯罪 當她歸咎於魔鬼的時候 這句說話是出現魔鬼 因為魔鬼很喜歡人推賴 魔鬼很喜歡人推賴 魔鬼就不關她的事 她就不用負責 魔鬼又很喜歡人 覺得魔鬼勢不可擋 所以她 她歡喜人這樣說話 這樣說話就適合魔鬼的心意 有些人就 不自覺地有一條 功程式 這條功程式是什麼呢 疾病或不順利 就是等於魔鬼攻擊 這個其實是錯誤的 患病或不順利 師父 哎呀 糟了 我又來了 師父又噴眼了 哎呀 同工又攻擊了 同工攻擊的時候 當然 人的罪 我想說 人犯罪是會被魔鬼攻擊 是真的會的 待會我會給大家看見經文 真的會的 不過 魔鬼攻擊不是 你真是走神的路 聽神的話 魔鬼攻擊 其實它攻擊不到你 而是當人有破口的時候 魔鬼才攻擊 所以我們 不要說 什麼事情發生都是魔鬼的攻擊 而是我們的罪 是被魔鬼留幾步 好像這樣 射箭 噴上箭靶 魔鬼就說 你不要射箭靶 射這個 射這個 賴了魔鬼 就射這個 就不要賴自己 就是不要說自己犯了罪 魔鬼就想我們這樣 但是我們應該對準這個箭靶 我們有什麼生命的問題 我們就處理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能夠處理 那我想說 魔鬼真是會攻擊人的 比起前書五章八節 無要緊守警醒 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 如同敲擊獅子遍地遊行 尋找可探訢的人 魔鬼真是尋找人的 魔鬼會不會找你呢 是找你一次 還是多少次呢 魔鬼日日都找我們 不過問題就是 我們生命的破口 他日日都找我們 日日都想方法 有時候很簡單 在家裡有些不開心 可能對方錯先 對方發脾氣 然後魔鬼又會想激動你的怒氣 激動你的怒氣 然後你發脾氣 心就生氣了 這樣的時候 我們又被魔鬼攻擊到 魔鬼總是想攻擊 而魔鬼呢 他是一口一口慢慢進去 他不是一口吃了你 一口吃不到你 你跟從耶穌吃不到你 他又一口 咬一口先 你發脾氣 然後你說 哎呀我又犯罪 我又內疚 他又咬多一口 他一路一路咬上去 問題就是 我們的生命有多少 被魔鬼留地坡 所以重點是 知道魔鬼用什麼詭計 什麼時候我們被魔鬼留地坡 我們比如發脾氣 煩惱 猛症 怒吵 沒有信服神 這些就是被魔鬼留地坡 還有怎樣抵擋魔鬼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 魔鬼真的會攻擊人 耶穌也說 在約翰福音十章十節 道策來 無非要偷竊 殺害 鬼懷 魔鬼來 真是偷竊 你有的東西 如果被人偷的東西 你會不會很可惜 如果你銀包 今天來的時候 被人偷了 我相信你的表情 在這裡坐在這裡 不會那麼平安輕鬆 你會很哀哀 你馬上會打電話 取消什麼卡 什麼卡 你會心裡面很不開心 如果道策來偷 不只是偷你的銀包 偷你的事業 偷你的婚姻 偷你的內心的平安喜樂 是不是很慘 魔鬼真是會偷東西的 殺害的 真是會殺人 將人的靈魂丟在陰間裡面 還有毀壞 破壞我們 你建立多少侍奉 可以撞一身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保持 神想給我們的侍奉 我們就說 神保守我們 不要有驕傲 不要猛狂怒 彼此之間合一 關心對方 事事關心 做多些愛心 多些愛心的行為 保足避免任何的分裂 很多時候人們會這樣 譬如一起同工 他又不好 他又不好 就生氣了 生氣的時候 就會給魔鬼留地部 你的侍奉 譬如你 好像這個是基督的根基 我們在上面建造 做了在這裡拆位 這樣就浪費了我們的功夫 而且有時候 我們鋪路給魔鬼的攻擊 怎樣鋪路呢 心不喜歡某個童工 就鋪路了 不喜歡不喜歡 慢慢就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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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欣賢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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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生命是否享受 我和大家一起享受 我和大家一起侍奉我都是享受的 那時候我們就不讓魔鬼留地步 因為魔鬼來的時候他就偷 他一進了 我剛剛去一個教會侍奉 全都告訴我 現在教會裡面有些人制的問題 都挺難搞的 教會有些人制的問題 魔鬼已經咬進了 那怎樣去處理呢 真是複雜的 一咬進了就難了 所以你給美哥機會魔鬼咬進來 千萬不要給他 任何的生命裡面 任何東西都不要給他咬進來 好了 幾個對於魔鬼的錯誤的看法 一起讀一下 不當魔鬼是真 不信魔鬼會攻擊人 第二 將自己的責任推賴給魔鬼 不知到何不面對魔鬼的詭計 懼怕魔鬼 幾個都是錯誤的 第一就是不當他是真 有些人真是這樣 他不相信今天有趕邪靈這回事 但是的確趕邪靈是很真實 是真的我們時時面對 很多人找我們趕邪靈 就真的有邪靈趕出來 即是真的人會有很多反應 其中的反應呢 是蒙蔽了 即是有時身體反應 你可能會說 會不會他自己的反應呢 但的確他的反應是很明顯的 不過我還有一個蒙蔽 怎樣蒙蔽呢 明明你看著我現在是不是清的 我奉耶穌靈我叫他看著我眼 我看著他眼的時候 奉耶穌靈趕出來 跟著他告訴我 他看到我是蒙的 然後呢 越趕邪靈就越清了 到最後清了 這個很明顯就是有一種難阻的勢力 那也有些會失控 會大喊 會哭 會憂傷 會瘋狂地叫 或者身體失控 諸如此類 也有些會進入一種 好像迷魂的狀態 那些是魔鬼的蒙蔽 他怎樣呢 我奉耶穌靈趕邪靈 他立即整個 但是他告訴我 他聽我說話 不過他反應不到 但是我知道 邪靈在那裡蒙蔽他 那我就奉耶穌明 那些邪靈要走 然後呢 我就說 那你 因為 其中一個觀念 神給我的觀念 就是 因為邪靈其實來自哪裡呢 來自天使 是不是 天使是誰做的呢 神做過 神做的天使 天使有相似 也有類似跟神相似的地方 他都是靈體 也有相似的地方 也有邪靈 天使墮落的邪靈 也有類似跟聖靈相似的地方 不過有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 聖靈 我們為大家討過 他們覺得平安 輕散 舒服 感動 喜樂 被激勵 邪靈是怎樣 有邪靈的人 他們都說 經常聽到邪靈的聲音 罵他 說負面的說話 又會懼怕 夜晚發夢不平安 甚至聽到邪靈的聲音 見到鬼怪 這種反應 我們跟祈禱的人 沒有這種反應 這些人都是很平安 輕散的 所以邪靈和聖靈 是很不同的 不過邪靈 因為來自神 都有類似 就是可以透過空氣傳遞 耶穌說 吹一口氣 在門口吹一口氣 他們就受聖靈 也都可以透過按手傳遞 因為聖靈可以透過按手 因為聖靈講到很多地方 按手的時候 受聖靈 同樣 譬如 在 新命記 講到 摩西曾經為 約書 按手 他就被智慧 來充滿 然後 在 新約的時候 有講到 耶穌為人們按手 也有講到 緩徒為人們按手 然後他們就被聖靈充滿 所以聖靈可以透過按手傳遞 但是如果這個人沒有事 是保持不到的 如果他不親近神 是保持不到的 而 邪靈也有很多意教 他的身體接觸 來傳遞邪靈 亦都可以吹氣 我現在可以解釋這件事 所以我講邪靈的時候 有時候我就叫人 你擁著耶穌是得性的 我將生命給耶穌 我完全聽耶穌說話 然後你放鬆的人 吹他出來 你發覺 鬆很多 有時候我跟人講邪靈 他就 你放鬆 放鬆 有信心 耶穌一定會把他趕走 耶穌是得性的 然後放鬆 吹他出來 真的鬆了一點 這個人 他會蒙蔽 即是我講 有一個人 他真的蒙蔽 他聽到我說話 不過他反應不到 我就說 好了 你盡量深呼吸 因為深呼吸都可以吹氣 深呼吸的時候 打算他出來 慢慢他就開始 可以開眼了 慢慢他可以合作 由合作的時候 慢慢一步一步 他就由一個不能夠控制的情況 變到慢慢能夠控制 又慢慢那些邪靈趕出來 即是說 我們真的可以奉耶穌命 趕邪靈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怕邪靈 不需要怕魔鬼 魔鬼是真的 我接觸過有些人 他當我一聽到說 管邪靈 他是基督徒 他即刻不接受 即刻拒絕 其實這個是聖經有講到的 而且耶穌在馬可福音十六章 我講到 你會往普天下去傳呼吸吸萬民聽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即是說 在整個傳呼吸的時段 就是由 初期教會 接到世界毫日耶穌回來 都怎樣呢 信的人都有神職除了 他們就是奉我命趕鬼 神運病人病人做必好料 所以這個是聖經所講的 在整個新的時段 都有神的工作 聖靈的工作 我們也都有神職的工作 可以醫病趕鬼 但最重要的聖靈的工作 就是叫人悔改述主 生命更新 這個是聖靈最重要的工作 而這些神職的目的 就是正神所存的 有些人以為魔鬼不是真的 但其實他是真的 而且不信魔鬼會攻擊人 他說魔鬼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 突然間我們會看到聖經 剛剛都看了 我們剛剛看了一些經文 但還有其他的經文 盜察來抽損殺害毀壞 還有講到魔鬼好像 敲叫的獅子遍地遊行 尋找可吞嚇的人 甚至基督徒 甚至有時傳導人 都會生命有破口 他們的脾氣 不開心 人際問題 甚至錢的問題 甚至奸淫的問題 造成一些問題 所以他真的會攻擊人 還有另一個錯誤 就是將責任推卸給魔鬼 自己不負責任 或者不知道魔鬼的詭計 不知道魔鬼是使用人的罪 包括負面情緒 人的煩惱 哎呀 好不開心 哎呀 好激氣 有些人就由得自己 哎呀好不開心 那些人對我不好 當然是不開心 就以為這些是不緊要 其實這些都是被魔鬼留地 還有有些人就過份 懼怕魔鬼 什麼都害怕 死了魔鬼的攻擊 我就堅決不害怕 聖經說了不用害怕 為什麼要害怕呢 聖經說了 我們有權兵 遲擇射和蝶子 聖過仇的一切能力 首先就是基督已經勝過一切全命 你不所書一章二十節一起讀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允衡的大能大力 使他從死都復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 有能的主治的 或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年內世的也都超過你 又將萬有復在他的腳下 萬有即是什麼都包括在內 包括邪靈在內 所有都復在耶穌之下 所有天使所有的人都復在耶穌之下 因為神已經給他這個 神已經將這個能力 在基督身上運行的能力 也都將在我們身上 我們都有這個權力 踐踏射和蝶子 聖過邪靈一切的能力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 執政可以包括地上執政 也都講到靈界是有靈界的執政的 但耶穌書第十章又講到 希臘的魔軍和波斯的魔軍 是講到敵黨這個穿白衣的人 這個應該是舊約出面的基督 因為他講到米加林去幫他爭戰的 這個就應該不是領了天使 是基督在舊約出現的 那麼他就講到呢 是波斯的魔軍難了他二十一日 然後他說遲些將來有希臘的魔軍 就是講到在靈界裡面 那為什麼神都要和邪靈去爭戰呢 原因是這樣 如果神和魔鬼 就是純粹神和魔鬼爭戰 魔鬼是馬上輸的 不過在人的生命裡面 在人的領域 人的國家裡面 因為人不是時時聽神的說話 所以魔鬼是可以 就是神不是即刻 譬如香港的邪靈 是否即刻神可以將他趕走呢 不是的 因為人很多時候不聽神的說話 教會裡面是否一定沒有邪靈的作為呢 不是的 因為教會裡面很多人都不聽神的說話 和神沒有密切的關係 以至他生命有破口 就被魔鬼留地魔 所以我們知道 魔鬼真是有權勢 但是我們有耶穌呢 我們不用怕的 一切執政掌權的 所有神都超過了 好了 還有耶穌給我們權兵 勝過所有邪靈的 《勞加福音》十章十九節 我已經給你們權兵 可以踐踏蛇我戒指 有勝過一切的能力 斷會有什麼能害你們 有沒有東西可以害到我們呀 沒有的 全部都不害到我們 所以我們不用怕的 一點都不用怕 怕是會被魔鬼留地補過 懼怕是會被魔鬼留地補過 罪是會被魔鬼留地補過 曾經試過有一次 我跟一個人趕邪靈 趕邪靈的時候 他忽然間轉身 因為那時候有幾個人在一起的 那時候因為開組 是沒有想到他有邪靈彰現 踐過一陣他有邪靈彰現 接著我奉耶穌明趕邪靈的時候 他一轉身 就看著另一個基督徒 一看著那個基督徒 那個基督徒立刻反彈 立刻跌在梳化上 這個轉身看著那個基督徒 即是說那個我要跟他討論趕邪靈 那個人 他的眼是很空的 非常空的 但我一點都不怕他 因為有耶穌 我不用怕的 我趕邪靈的時候 我完全不需要怕 他的眼 嘩 空到不得了 我不用怕他 奉耶穌明 邪靈要走 他立刻轉身看著另一個 那個立刻要反彈 後來我要為那個趕邪靈 和他釋放 我就問這個第一個 為什麼你會當時看著後面 他說邪靈知道哪個人有罪 邪靈哪個人 知道哪個人可以攻擊 所以我們 你想不想被邪靈攻擊 你就灰著神的愛 和處理生命 那你說 很難處理所有的罪 等一下我都會說 怎樣處理所有的罪 但你就算處理不到 耶穌卸免我 我願意悔改 我願意離開這些罪 耶穌你幫我 你去親近神 神就會給你力量 只要你不要說 我沒有罪 我不要緊要 我不用依靠神 你當你這樣的時候 你就驕傲了 神啊我需要你的時候 我們不用怕 我們勝過仇敵 一切的能力的人 我們一起宣告一下 我們勝過仇敵 一切的能力的人 我們勝過仇敵 斷會有什麼能害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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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很害怕 不知道有什麼隱形的力量害他 耶穌保護我們 耶穌保護我們 耶穌是不是掌貴的一切 是 他是掌貴的時候 某鬼能量入手呢 不能夠 有一個這樣的見證 在網上我見過的 有一個人呢 他是 他的 他的 他媽那邊 和他的媽 他的家族 都是拜無術的 但是這個男人 居然娶了一個 聖靈充滿的女人做太太 然後呢 就養了這個兒子 這個兒子 媽媽就在帶他去信耶穌 但是呢 同時呢 他就看到 他媽那些邪靈的力量 他說 他媽呢 可以 就是看著一個人 他就了他 跟著他 立刻摸在地上 病了或者死了 他會見到邪靈的力量 然後當他十歲的時候呢 就有兩個人來他家 要把這個男生拿走 要叫他做巫師 怎知道當他走的時候呢 跟著呢 他就很害怕 因為他媽媽想拉著 但是沒辦法 因為兩個男人來 拔了他走 然後呢 他就 那兩個人就幫著他走 怎麼知道走到門口呢 跟著那兩個人就很害怕 很害怕 然後呢 就走了去 然後他轉身呢 就看到兩個巨大的天使在那裡 其實神的保護超越一切 所以我們什麼都不用怕的 但有很多人呢 依然呢 因為不是個個經歷過廣邪 所以很多人都說 這些是真的呢 因為我經歷過很多 是真的呢 在網上你都見到的 在Youtube的Youtube 你會找到見到 那就是 見到是真神 不是我們作出來的 那另外呢 就真是有熟靈的爭戰 二分所書六章十二字一起讀一下 因我們並不是與熟血氣的爭戰 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 管轄者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熟靈氣的惡魔爭戰 你要說我們跟他爭戰喔 我們不是與熟血的爭戰 我們是與這個執政的 所以這個執政 跟著後面講到 管轄這個熟靈氣的惡魔爭戰 所以呢 我們是爭戰 這個執政呢 就講到靈界的 與執政的 掌權的 管轄這個幽暗世界 和天空熟靈氣的惡魔爭戰 它是按照人的力量 它是大的 不過我們又更大的什麼呢 我們有一件事大 它是什麼呢 權兵 我們有神的權兵 權兵不同的 譬如一個警察 可能有個小小的警察 你可能很大隻 那個很小的警察 或者一個女警 走在你那裏 我有個拘捕令 要拘捕你 你能不能說 我比你大 你不能拘捕我 不能夠 因為他有這個拘捕令的時候 就算一個小小的警察 或者一個小小的移民官 當你入境的時候 移民官說 你不能入境 你不能說 我大隻拘捕你 我要進來 都不行的 因為魔鬼 它的能量 是大過我們的 它的能量是大過我們的 但是我們有神 我們是勝過它的 因為有權兵 所以我們可以把邪靈趕走的 為什麼我們說它的能量大呢 譬如魔鬼可以做的事情 譬如它令到那個人受苦的程度 折磨它的程度 那種能量是大的 但是呢 天使的能量給我們大 邪靈的能量都是大的 不過呢 我們有神的權兵 所以邪靈是要順防我們的 就好像大衛打哥利亞 哥利亞比他大隻 但是他有神給他的勇氣 他可以打贏哥利亞的 好了 但是怎樣打這個屬靈的爭戰呢 剛才我們看的經文 《以復所書》六章十二 然後跟著十四節 因為很多人對於打這個屬靈爭戰呢 重點不放在這些地方 放在其他地方 那我就想大家看你的經文 到底說怎樣打屬靈爭戰 我們一起讀一下 所以要站穩尿 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 用真理 用公義當作護身頸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 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藤牌 可以滅盡惡者一切火箭 我們稍後還會繼續的 先看這裏 真理 真理從哪裏來呢 從哪裏來呢 聖經 聖經又是真理 所以我們最重要是有聖經 所以你留意我講信息 我是時事講不同的聖經 我自己見到的現象是 我覺得可惜的 第一就是有很多人 對於聖靈工作不開放 第二我又見到 有些開放聖靈的人 很少講聖經 或者講聖經就是講一節 講小小 跟著就講了很多其他東西 不過也有很多講聖經 即是兩類都有的 有些講聖經很多的 有些講聖經很多的 有些講聖經很少的 那這個是我覺得 應該 個個都應該講聖經 不只是經歷的 但有些就好像 將重點放在經歷那裏 所以呢 聖經說真理 神的真理是最重要的 因為神的真理是得性的 神的真理你告訴我 我們是寶貴神 是得性的 我們有神的權柄 有神的恩典 神的愛 還有我們走真理的路 是最美好的 還有這個公義 當作互心的人之空 聖經講公義有兩個公義 一個是耶穌的公義 神的公義賜給我們 是一個義袍 就是我們悔鬼信主耶穌 就八百寫給我們一罪 另一個就是基督徒所行的義 我們所做的義 聖經講到 在啟釋律講到 將來我們見到神的時候 我們穿著這個義袍 這個身虎 所穿這個袍是甚麼袍呢 是基督徒所行的義 你回去看一下這個經文 講到 在這個身虎 基督取身虎的時候 基督徒穿著的是 基督徒所行的義 所以我們所行的義 都是很重要的 是永遠無紀念的 所以我們得救 不是說得救就算的 我們所做的一切為耶穌做 是神歡喜的 我們的事奉神歡喜 我們遵從神 神是歡喜的 有公義當作護心鏡遮空 原來耶穌的公義遮過我們 以及我們所行的公義 也遮過我們 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有基督徒 或者有個牧師 他犯罪的時候 他是否會失去他的保護 是會失去保護 所以這個公義 我們走在公義上 我們的行為是榮耀神的 是沒有破口的 這樣的時候 就保護我們了 但是有很多人 因為他犯了罪 以至他的生命有破口 就失去了他的遺分 我自己都知道 三個牧師 是因為個人認識的 有些不認識的 三個牧師是個人認識的 但是他犯了罪的時候 是失去了他的遺分 是很可惜的 這個是 我也覺得很遺憾 而其中一個我都有幫他的 其中一個 他現在都是興起的 但是他的確 他失去了以前 一個很高的遺分 是很可惜的 而這三個 有兩個都是 中派的領袖來的 是非常可惜的事 好了 接著是什麼呢 平安的福音 當作預備走路的鞋 這個都是我們爭戰 為什麼呢 有福音 我們就全福音了 全福音都是爭戰 拯救人的靈魂 就是我們有真理 魔鬼不能有攻擊我們 有公義 神的公義 和我們的公義 魔鬼不能有攻擊我們 我們全福音 魔鬼不能有攻擊 所以這要講 就不是你全福音 會不會被魔鬼攻擊我們 而是你全福音的仇 耶穌就常與我們同在 直到世界沒了 然後呢 信德 當作藤牌可以滅盡 惡者一切的火箭 大家看看這個圖 清楚嗎 不清楚 這個 穿著這個盔甲 就當作是基督精兵 這些就是火箭 滅盡魔鬼的火箭 魔鬼是甚麼火箭呢 你沒用 沒有人喜歡你 你羨慕無效 這些是火箭 那你怎樣信心呢 信德就是信心 耶穌欣賞我的 所求於管家 是要祂有忠心 我忠心 神就歡喜了 我走神的路 神就歡喜了 我有悔改認盡 我真是處理罪 神就歡喜 這就是信心 甚麼人說的說話 負面的說話 我都不需要放心 包括我自己說的負面說話 如果我說 哎呀這次做得不好 立刻說 我不需要控訴自己 因為神起願望 這樣的時候呢 這個信心 是抵擋一切的攻擊 我都試過被人言語的攻擊 即是攻擊關於聖靈工作 但我心裏面說不要緊 我總之靠耶穌 我是不用受他的影響的 我們看到這裡打熟靈的爭戰 就是聖靈所說的真理 公義 平安的福音和信心 第十七節一起讀一下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 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討告祈求 並要在此景勝不決 為眾生圖祈求 這裏就講到 接著是甚麼呢 救恩的頭盔 譬如如果你開電單車 是要戴頭盔的 因為如果跌到地上 我的頭殼真的像雞蛋一樣 那種力量真的不能承擔任何的撞擊 因為救恩的頭盔 神就保護我們 觸實神的救恩 還有神的道 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神的話語就是我們的得性 神的話語告訴我們 神多好 神多幫助我們 我們多寶貴 這些就是幫助我們得性的 接著呢 第十八節就講到靠著聖靈 隨時多方討告祈求 這個亦都是得性 就是靠著聖靈在聖靈的裏面 時時討告 親近神 並且是警醒不決 即是說呢 不是祈求祈求就睡了覺的 不是生命有破口的 不是祈禱就沒有心機的 而是我真是喜悅神 我喜悅神的事 所以我們就歡喜神 我們就時時討告 其實討告是可以享受的 這個呢 會比我們更大的推動力和激勵的 因為聖靈是有講道 聖靈是講道 神將平安慈給我們 聖靈呢 亦都是將神的愛囂貫在我們心裏面 聖靈的果子是人愛喜樂和平 很多人呢 就會沒有 不是很強烈經歷這些 但其實有的 我記得我初信主的時候 1970年 初信主的時候 那時候我記得 我一依靠耶穌 親人耶穌 讚美神 在聖經祈禱 我覺得有一種很大的平安來到我身上 其實當時我不知道 這個已經是聖靈的臨在 我就發覺真的很明顯的 即是有一段時間 小祈禱 然後一祈禱 立即又來回 我立即看到很明顯的 但當時我不懂得去保持 我現在知道了 這個是神的同在帶來的 當我每天這樣保持的時候 就可以越來越進入神的同在 這樣的時候 我們祈禱可以成為一種享受 在我自己祈禱 我在祈禱 是即時有平安 興省 喜樂 這些都是聖童所說的 有愛 有能力 聖經說到聖靈降臨 你身上就必得著能力 是即時可以經歷到的 不過每個人經歷不同 不要緊的 慢慢來 一步一步 其實我曾經在傳統的教會 接觸一些人 他都告訴我 他多祈禱 他都感受到聖靈的能力 他祈禱都感受到神的能力 這樣的時候 這個就是說 在聖靈裡面的討告 能夠警醒不見的討告 這個也是 蘇寧的爭戰 所以這裡我們看到 蘇寧的爭戰是怎樣 就是跟神 我們看看 我們一起讀黃色的字 第一就是真理 公義 平安的福音 信德 然後就是 救恩 神的道 靠著聖靈隨時 多方討告祈求 警醒不見 為眾生討祈求 就是說 原來當我們時事 親近神 遵從神一切的吩咐 而討告的時候 是必定能有得勝 那我都想 講一講 就是關於 有很多人 他們覺得打熟靈爭戰 在這裡看 打這個熟靈爭戰 是完全在 神的真理 和神的關係裡面 而討告 而聖經裡面 是沒有講到一種討告 就是 奉耶穌命 趕逐這個地區的邪靈 那這個討告 到底 是不是一定 是神沒有去講呢 就是說 我就說 聖經沒有講 有些人有感動去做 我又覺得 我又不會 就是不覺得 是一個問題來的 不過我只是覺得 時間問題 所以我自己來講 我祈禱是多些 是親近神 享受神 給神去改變 那我自己呢 你問我會不會呢 我說 求神 將這個地區的邪靈 這些黃大仙的邪靈 觀音的邪靈 趕走 我都會的 不過我不會將這個 放在重點 因為聖經是沒有這樣的 沒有這樣的 祈禱地區性的邪靈 例如 就算 保羅去到以弗所 他有這個 Diana 這個 偶像 那些很多人 拜這個偶像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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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神将这个拿走 但是呢 神就跟他说 他说我的恩典够利用 那么保罗就没有说 我奉耶稣明 这个撒帝的差异要走 他又没有这样做到 但是我的而且会为人讲邪灵 如果他身上有邪灵的话 但是呢 我就觉得 圣经是没有讲到 讲地区性的邪灵 但是有人去做 OK的 主要说 我不会将重点放在这里 我觉得 述来真正圣经所讲的 就是个基督徒 都会在真理 在公义 在信心 在救恩的头盔 在这个福音的鞋 在和圣灵的宝剑 神的话语 和圣灵的随时 都看脱布 这个就是熟练质 这个就是德性 如果我们活在神的里面 是处理生命一切的问题的时候 这个就是德性的 所以我就不会 就是我重点就放在这个 和神的关系 那很重要 这些我们讲到 有些人好像很害怕 魔鬼随时攻击 我也曾经听过 有一个基督徒 他就参加了一间 香港很出名的 很大间的 灵恩的教会 其实我不是灵恩派 我是四年充满的 我是跟从圣经的行法 因为灵恩派有些做法 是圣经没有讲到的 他就告诉我 他说现在我不按手祈祷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怕按手的时候 那些邪灵传给我 那我说耶稣吩咐那些 你又不做 耶稣说什么呢 信的人哪有神迹 除了他们就是奉耶稣命赶鬼 和守安病人病人 就必须好 耶稣的心意是过基徒 当我们处理好生命 我们都为人祈祷 带领他们信主 和为他们以病赶鬼 但是这件事不做 你就跟从了一些教导 可以传递邪灵 的确是可以传递邪灵的 如果他有破口 就是要基督有破口 对方有邪灵的时候 他可以带来邪灵的 我试过和人赶邪灵 另外有人在一起 那我又没有 就是他都是一个传道来的 一个传道人 那我想着他OK 怎知道 他赶完邪灵后 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我坐在路边 我现在很忧欲 我现在想死 我立刻要和他祈祷 因为他有破口 生命里面有破口 就是说人有破口的时候 他赶邪灵的时候 邪灵可以攻击他 但是呢 就是我们靠耶稣 我们就不用怕了 我和赶邪灵那次 我没笑一次 跟着想死 但是很忧欲 我是欢喜快乐的 就是我们是可以得胜的 就是千奇不要觉得 魔鬼是不可以抵挡的 那我们一起 读这些经文就是 魔鬼可以抵挡的 以复所书六章十一节 要穿戴神所赐的存贵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你就可以抵挡他了 雅各书四章七节 故此你们要信服神 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那这里讲了两件事 先信服神 信服神 然后抵挡魔鬼 魔鬼就离开了 你不信服神的时候 魔鬼不会走的 然后以复所书六章十三节 十六节 此外又拿着信德 当着头牌 可以灭尽 冷恶者一切火箭 灭尽 将它消灭 所以 我们的确定有抵挡 不过我们要知道 魔鬼是很狡猾的 即为一个人 就算赶到赤铃 他可以被魔鬼攻击 怎样攻击呢 惊慌 觉得自己很聰明 排斥人 不跟人合作 他可以赶赤铃 但他应该跟人不合作 即是一样可以任何地方 都可以被魔鬼攻击 所以我们任何地方 都说神啊保守我 我的言语 我的思想 我的行为 我和人的关系 我和家人的关系 有些人说 他事务很有能力 不过家人 和太太的关系又不好了 这样的时候 也是被魔鬼攻击的 所以我们说 魔鬼可以抵挡 不过一定 我们要堵住一切的火口 而我们的得性 是分享耶稣的得性 即是耶稣已经圣过魔鬼 我们分享他和他一起 他打仗赢 我们跟着他 就一起打仗赢 只要我们是被耶稣做主 就可以了 没有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 我们逃跑的 好了 而我想分别一件事 就是说 魔鬼攻击 人有破口 到底 问题是什么 和破口是什么 我将它分开 秘诀 就是说我们这个讲道 抵挡魔鬼攻击的秘诀 秘诀是什么呢 信靠 亲近 遵从神 找到什么破口 就处理 魔鬼的攻击 就是人有破口 那什么破口呢 红神关系 情欲 负面 价值观 这些可以有破口 然后跟着后果是什么呢 会犯罪 关系会破裂 即是同灵关系破裂 疾病 可以有其他 有些人呢 他家里犯偶像 有时真的很多个有癌症 我认识过这样的家庭 即是魔鬼可以影响整个家族 影响他很多的问题出现 但是破口在哪里呢 就是同神的关系 他的情欲 他的罪 负面 和价值观 但是很多人就看这些 看这些 有没有病 就不看那些 我要看破口在哪里 就不说 哎呀 我有病了 哎呀 你问我祈祷呢 我有祈祷呢 我不要有病了 我们应该更加帮助他 处理他的生命 以致他没有破口 所以我希望大家反省 我们有没有破口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有破口被魔鬼攻击 魔鬼有几方面的攻击 每一样攻击都可以叫人有病 或者出现个人问题 但有病不一定出现魔鬼 要分析这些 有病可以是身体问题 可以是没有照顾好身体 好了 这里有八方面的攻击 我一起读一下 第一 叫人疏怨神 第二 叫人犯罪 第三 控诉人 叫人内疚 第四 制造方言 负面画 第五 令人无力 第六 逐步 控制生命 第七 附体 第八 叫人失去救恩 它可以有八 其实可以还有更多 不过这些是其中一部分 是可以叫人 魔鬼影响我们的 的而且是真的 我想说是真的 真的有的 真的有发生的 是我们要小心的 我们跟耶稣关系密切的话 魔鬼会不会来呢 他都尝试入 他尝试入 帮他入不入到 那人真的很密切 便入不到 如果他亲近神 然后又去闹架便入到 他亲近神 然后又烦恼便入到 就是问题 我们有没有被他洩入 他是很想洩入 他死 他是很聪明的 他会找我们的破口 他会找到我们 哪个地方有问题 那些地方 他便进去 有时就说 我这样就可以了 我已经信了主 我已经跟从神了 这种的娇慕 都可以让他进去 好了 而第一方面 就是魔鬼尝试 叫人对罪负面 和疏远神 这是第一样 是魔鬼最想的 《创世纪》三章五节一起读 这是魔鬼说的话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于神 能知道是恶 魔鬼想摆些 负面的意念 在阿当里面 当时夏娃 这个人跟夏娃说的 他说 因为神知道 你吃的日子 你的眼睛就明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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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神那样 他就知道是恶的了 现在神就不让你去到那个层次 你吃了你就去到那个层次了 即是他要抵挡神的说话 他要告诉他 你不是一定要死的 他告诉他 不是一定要死的 而且你的眼睛会雪亮 这个就是 令到人去怀疑神了 有时基督徒 都会有很多 对神的负面的说话 譬如这样 有些人说 神都不帮我的 神都偏心的 神帮全内人帮我的 我这些小人 神不帮我的 这些其实是大话 我们的心 有没有有时出现的话 有时说 哎呀 做这么多事 神都不帮我 都是有些问题 这些负面的说话 我们全部都拿走 我们知道这些问题 是来自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问题 或者是人的问题 我们事奉 一定有人拒绝的 那些是人的问题 不要紧要 我做了呢 神就欢喜 跟我说一遍 总之我事奉神 我做神欢喜的 我做神欢喜的 神就纪念 神就欢喜 神就想辞 神就想辞 人怎样反应 不要紧要的 这一点很紧要 很多人呢 人的反应 神不爱我 所以那些人不接受 那些是人 人的问题 不是我们的问题 神呢 是想人 整天都是正面 正面 正面一个家庭 都是的 譬如 有人跟你说 你老公 什么什么 就是说些闲话 你太太 什么 有些人 就会受影响 影响到一个关系 这个就是 魔鬼 就是在神和人的中间 而且魔鬼 和基督是敌对 一定是敌对的 《高伦》后书六章十五节 基督和美烈 有什么相和 信主的和不信主的 有什么相关呢 是一定敌对的 没有办法相和的 魔鬼是永远敌当神的 是没有机会的 它不会回头的 所以我们知道 它一定是敌对的 好了 那敌对的时候 我们怎样呢 就是呢 整天看到神的爱 整天神真的很好 神真的很好 祂真的不断服侍我们 我们思想想想神 要服侍我们 就回应神 我们一起读这两个经文 诗篇139篇第五节 你在我前后环绕我 安守在我身上 诱喊福音13章8节 彼得说 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耶稣说 我若不洗你 你就与我无分了 这两个经文 讲到神的永恒服侍 神在我们前后环绕我们 按手在我身上 祂不断服侍我们 其实是很好的 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人是不断服侍我们的呢 就算他想他 但是他做不到 也很多人不想的 比如中国古代的妹仔 主人要她做什么的时候 她是不是一定要听话 主人说 快点来快点来 妹仔说 我正在煎蛋 你煎蛋 就立即熄火了 不是 不能熄火了 你开个锅 你不可以说我不来 妹仔一定要听主人的话 我想问大家 神是不是我们的妹仔 但是神是时次服侍我们 并且你不用叫他 他都在服侍我们 那你怎么知道呢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是否神会跟我们说话 感动我们不要犯罪 就是我们犯罪 他都在我们心里做工 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 他有没有做工 他就将平安喜乐 赐给我们 所以犯罪 他都祝福我们 那我们不犯罪的时候 他更加跟我们一起 神都在我们前后环绕我们 大胃就是跟神有这种密切关系 所以他能够说出这句话 神你在我前后环绕 我按手我身手 现在我经历圣灵 我是很明白这句话 因为就算我现在 我都感觉到圣灵的临床 我整身感觉很舒服 很平安 很轻散 很被神的爱激励 是随时我们可以有这种密切的关系 而他这样服侍我们是不需要的 神可以说 我这一餐耶稣为你死了 我又将圣经给你了 那我去上天堂睡觉 你们跟着圣经去做就可以了 我上天堂睡觉了 神可以这样吗 神可以 但神选择不是这样做 是不是 他救了我们 一定要他日日复制我们 不是一定的 他不是一定要这样做 但是神选择服侍我们 我想问大家 如果你和一个太太或丈夫 整天都服侍你了 我太太真的 很整天服侍 我都是整天服侍她的 比如有时候我们上了床 发觉留了一件事做 就是我上去做 她突然跑去 很快就跑去 我说你不用去我去 她很快服侍我 我也是很争取机会服侍 就是我整天都看到她的爱 我也都整天尽量 合主帮我更加去爱她 就是我看到彼此服侍真的很好 但是神就是这样 整天服侍我们 整天无条件服侍 如果世上有个人 你的丈夫太太 整天都服侍你 有什么需要 比如我们回家 谁先拿拖鞋给对方 我们刷牙 谁先拿牙膏 立刻整理牙线 就是整天都想着服侍对方 如果世上你一个人 是整天都服侍你 你会不会很开心 你会很开心 你会很感激这个人 我们的神 是否整天服侍我们 我们有没有那么感激他 很多人说 人我看到神 我看不到 但是我们每天都要经历 我们其中一个服侍是什么 神做好吃的东西 你想想芒果的香味 芒果的弹性 菠萝的香味 菠萝的汁 想想那些虾 蟹啊 那些鱼啊 那些鱼啊 想想那些好吃的东西 荔枝啊 神做很多好吃的东西 都是出于他的爱 是不是 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着 我们在享受着 神给我们的无爱 父爱 我们又在享受着 神给人的那种感情 是不是都是很好的 其实我们个个都 在享受着神的一点 还有神经常感动我们跟他 感动我们走他的路 是不是我们都有这些经历 都是神在服侍着 我的心呢 就是我经历四年之后 更加感激神 我就是神 你这么好 我真的要全身服侍你 我真的说 神这么好 我愿意将你的恩怜 带给更多人 更多人生命更生 现在神给我托缓了 就是在香港和全世界 带来复兵 我是四处去带动宣教的 训练的 是帮助人命更生的 神给我托缓 我就带着这个心去做 是因为神不断服侍我们 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 可不可以用一些感情去说 多谢耶稣你不断服侍我 多谢耶稣你不断服侍我 你不断说我洗脚 就是不断帮着我 你这么爱我 我怎么回应你呢 我怎么回应你呢 我将我生命给你 我希望你真心地真下神 你这样服侍我们 我想跟大家说 你如何处理魔鬼的攻击 就是跟神的关系好 就是心被神所爱 神服侍我们 神感动我们 神又给聪明智慧 神又给各样的恩赐 神又供应我们的需要 神又给我们有平安喜乐 神给我们有力量 给我们一切的供应 你越跟从神 是越无福的 希望大家就是 永远不要被任何人 插入你和神的关系之间 不要被魔鬼插入去 永远都说神是最好的 只想到神就欢喜 但我认识很多基督徒都是 哎呀 神很难的 很难跟神有关系 其实不用这么想的 神是很容易的 为什么呢 因为祂常常找我们 所以跟神关系很容易 只要你真心爱祂 祂一定欢喜的 我们一起说 只要我们真心找神 我们真心爱神 神一定越纳的 神一定欢喜的 神一定祝福的 永无例外的 还有另一样就是 一切恩典来自神 所有疏远神都带来困体 诗经二十四篇一节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我 所有属于我 所有我们的礼物 我们的钱财 所有一切 我们的力量 恩赐 我们的屋 都是属于哪个的 都是属于神 都是神的 神给你就有 神收回就没有的 还有呢 诗篇十六篇四节 我们是以别神代替耶娥的 他们的仇苦必价真 如果我们以别神 或者钱 或者追求世上的东西 享受 看电视剧 我不是说禁止你们看 我自己就不看的 不过你真的看的话 我就说你 看少点 尽量看少点 多点想耶稣 多点赞美耶稣 多点爱耶稣 如果你把电视剧看成为神 仇苦必定价真 因为电视剧是给我们很多负面的影响 神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图 今天结束就是用这里的意念 第一就是神长辈一起 没有人能够走得掉的 有没有人能够走得掉 在神的手中可不可以走得掉 没有的 他是测验每一个人的心肠肺虎 一定不能走得掉 没有人能够走得掉的 而右手边就是我们跟从神的方法一起读 亲近遵从神必无福 侍奉神必得赏赐 是不是亲近神一定无福 神一定给平安的 你遵从神 就一定得神喜悦的 侍奉神是怎样的 就算一杯凉水都怎样的 不能不得赏赐 一定得赏赐 神是很好的 神是一定纪念我们所有做的 以及你的心欢喜神 做的时候不是在外面做的 有时候在教堂做很多东西 但是你的心就很绑乱 人们都不好的 都不听话 都不一起做的 那这样做吧 这样做的不是那么好 而你说 我今生事奉耶和 我欢喜事奉耶和 我为神做我都欢喜的 这样的时候一杯凉水都 神都想知 一杯凉水难不难 不难 只要我们关心人 祝福人 神就喜悦了 好了 左手边的就是警告了 一起读 不亲近 不遵从神 必有破坏性 不示奉神 必有破坏性 圣经很清楚说的 凡清风 我主下主下的人 是不是都能够进入天国 不是 唯独 遵从我 天父只能 才能进去 当那日必须很多人对我说 我不是奉你命传道 奉你命行 奉你命行 奉你命赶鬼行 奉你命赶鬼行 耶稣说 我实实在有告诉你 我从来不认识你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即是说 当他只是做外面 但他没有遵从的时候 他是可以有破坏性 还有没有侍奉神 圣经讲到 一千两银子 那个埋藏在地里面 跟着如何 赶去哪里 黑暗里面 哀哭设止 然后那个没有造在小子身上 这个绵羊山羊的比喻 没有造在小子身上 跟着又如何 这些人要进入永刑 那些造在小子身上 就进入永生里面 所以呢 我们不是靠侍奉得救 我们不是靠遵从神得救 我们是信靠耶稣 悔改 信靠耶稣得救 一起讲 我们悔改 信靠耶稣得救 但是我们真心信靠主必有果子 真心信靠主一定有果子 就会遵从神 和侍奉神 如果没有的时候 和亲近神 如果没有的时候 就生命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堵住魔鬼一切鬼 第一道门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第一道门 就是跟神关系 是紧密到 知道实到 是没有人插得入的 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人在拍拖 跌一分就很少 拍拖的时候 你真的插不入 黏得实实实 但是很多人跌一分 就失了那种忍爱 因为他只想得到 很多时候 男性只想得到 他追到一个女孩 就是一个project 追到跌一分就完成了 那他回家就是害你了 就是没有这个观念 所以弟兄要学习 爱 关心他太太 而姊妹学习 不要那么啰唆 如何引导他 这样的时候 婚姻可以保持得更加好 但是呢 就是我们 跟神的关系密切 魔鬼是洩不入的 而神给我们这个 我就是 今次看完这里 这三种的讨告是关系的 有其他讨告 代讨 以及聆听神 和神相连 但这个呢 是跟关系的 亲近神的讨告 三种 每天 尽量多些做的时候 带来祝福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 第一种是恩恋的讨告 宣布神的爱 神陪着我 神再祝福我 神之乐 这个例子 就是神和我一起的 神在我心里有奇妙计划 神要帮助我的 神是爱我的 这个恩恋的讨告 就是从上而下的 神给我的 第二呢 敬拜的讨告 就是什么呢 感谢 敬拜 爱慕喜悦 紧靠我需要神 就是 感谢耶稣 感谢天父 赞美主 我敬拜祢 以及耶稣说神 我需要祢 我扛着祢 我依靠祢 有些说话 我用很多人 很多人不用 譬如耶稣说 我很喜欢祢 圣经讲到 喜悦神 这个意思是 就是喜欢 我需要祢 我扛着祢 我需要用一些更加亲切的说话 由互动的祈祷一起道 一边祷告一边信 神喜悦 我们的祷告 神在祝福 这个很有帮助 怎样呢 因为很多时候有人祈祷 神啊 你何时听我祈祷 何时回应我 其实神经常都回应 神因为说 我们亲近神 你们亲近我们 神寻找我们 所以你祈祷的时候 神现在很欢喜 现在笑到见眼不见眼 神现在很开心 他见到我们亲近他 他就很兴奋 那实际上是不是 实际上是的 在诗篇九十一篇讲到 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是要答救他 我要将他放在高处 我要听他的祷告 我要应允他 我要拯救他 我要使他长寿 神一定知道 谁爱他的 一起讲 神知道谁爱他 神一定大大祝福 所以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神在爱我 神欢迎我祈祷 这个是加征我们的信心 因为很多人祈祷 既然神都不知道 听不懂祈祷 有没有力量 但当你说神现在欢喜 你的心更加有力量 神现在很开心 我们现在可以用过 神现在很开心 我真心听到 神很开心的 我真心应用圣经 神很开心的 神一定很悦立的 很喜欢的 这个时候是不是会有信心 人会开心 就会有力量 这三种祈祷是 亲人神得力的 祷告 另外我们的代讨 和聆听神 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说 即是说 我们第一讲到 堵住魔鬼的破口 就是 第一 认识魔鬼是怎样的 认识他的诡计 他多数用人的破口 人的罪 人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堵住这些 而首先堵住一定是和神关系 密切都不得了 拔到实一实 大家做这个手势行不行 我要拔到实一实 我永远都不放手 神是我的生命 神是我的一切 我拔住耶稣 Hallelujah 我永远都不放手 我永远都不放手 自己疯独